我剛才已經說過 九二公司對我們國家的主權的風險是有的 所以把九二公司跟憲法混為一談 會使得中華民國憲法落入九二公司化的風險 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 在昨天的辯論會上 我的確是唯一正面的提出國政藍圖的候選人 至於侯友宜市長主張所謂的 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問題是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沒有九二共識 更何況九二共識已經被中國詮釋為一國兩制 如果把九二共識跟中華民國憲法混為一談 這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這也是為什麼在證件發表會上 他第一次提出來把中華民國憲法跟九二共識混為一談 而且說成是中華民國的護國神山 我認為這種說法對台灣是危險的 另外未來我當總統的話 我當然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還有現有的法律在推動國政 這些通常都是沒有問題的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 堅定委員推進 祖國統一進程 我剛才已經說過 九二共識對我們國家的主權的風險是有的 所以把九二共識跟憲法混為一談 會使得中華民國憲法落入九二共識化的風險 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 加拿大 九二共識對我們國家的風險 我們現在就突然在這附近 兩岸兩岸的風險 這是一個人的風險 我們現在就有的風險 我們在大陸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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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陸的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